文資委員會或文化局在責任道理上 是不是要去關心那個進程 就是說沒有的話趕快處理 因為我們是文資地方的主管機關 今天基於處理文資的部分 剛剛委員講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我們的理念 我們能夠去追蹤那個消毒 聽到剛剛說市長也知道那更好 這個部分應該把這個問題 他的這樣的一個價值裡面 要放到那個專案消毒裡面 想看有什麼問題必須要怎麼進去 因為要望就徵收 要望就是合一個出用 所以現階段應該是 這個要給人家有一個競爭答案 這可能會有一個很重要 所以說我們是不是就是說 還是因為福利院也有做單位 如果都查一個相關的效果 還是就是說這個問題的追蹤 對民眾的負責 對地主的負責 應該就是說不是發展 有一個專家的創作 來去最終位 那能夠參與到那個小組裡面 當然 好不好 我想這個 這個應該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把它列為我們今天審查的一份 來一見 這表示負責嗎 那這個未來的進度可能就會定期的 這個負責 做一個照片 好 如果可以的話 這兩個案子 就知道原來的這個現態 成長的現態 其實都不斷去 這個 這個 跟川普的評論 就有兩個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因此在哪 現在 好 就是兩個案子 但是我覺得 當初 你也有一點 成績的難度 就是看到那個電子 因為幼兒園 這一部分的原因 其實是 為了 為了 原青春的延伸出來的 那 所以簡化 變成 因為幼兒園這一部分 有些建築 也畫到 原青春的一些場地 就是有畫到 所以在這裏上面很增長 再來就是幼兒園的 進出了 也要從 學人的青春之間進出了 所以為了 這幾個案子 我覺得 變成一個 然後變成是 學人的青春一起 愛的 那個 愛的幼兒園 看看可不可以這樣 這樣 這樣 好 這個文化學要不要說 問一下 如果這樣 合併一個名稱 有沒有什麼 來 名稱的合併 其實他名為兩塊 也沒有界限的 所以名稱的合併 其實 原則上 我們文化局勢認為 應該是OK的 因為其實 愛的就是在學人 其實黏在一起 連道路都是一起的 好 但 如果都沒有問題 哪都有用意見 對 我覺得 人類其實是比較 比較好 因為他原來是不是就是 蓋於學人的青春 對 所以這些相關的 像名稱總會 五位一次 第一次都可以把它合併 要好 一邊是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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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艾德是在一個部份 那現在登陸歷史化資產 我們登陸之後廣路是管有建物的一個維護 那登陸之後歷史建物之後 那請問他是佔用部維護還是我們廣路做維護 那如果是我們廣路維護 那現在是艾德在佔用時 我們幫他維護佔用我們房子的經費 就是處罰到的 我旁邊可以跟那個艾德的佔用部之間協商 或是你有直接用法律途徑 請他來寄付給你們 對啊 那個不是文化資產要討論的程度 那個民法上面都可以有相關的規定可以用 應該是不是這麼講就是說 這個一旦執政委一直建物 他原來建物的所有權人 他要負責相關的工作 但是所有權人他被佔用 他應該只要去做所有權人的權利組織 我想應該程序上都這樣 這個比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政府應該保障大家的情意在一級的執政上面 有一點多大的價值 因為我們是發生這樣的時候想 我要保證國王府 現在有國王府在定案被災禍 這個人來採取嗎 好吧 但是 你們應該是可以 很明顯 如果你說今天一旦指定 國王府有的所有人 都會被災禍 可以被災禍 你如果說你有辦法 要被災禍你的人來 在該屬於聚養所的一段時間 如果來屬於聚養所的國王府的關鍵 就像是聚養所的一段時間 可以查看 好 大家好 我是愛德幼兒園的園長 我們愛德幼兒園的這個建築 其實是在聯邦52年 國王醫學院的院長 他去到美國醫藥學的 愛德科伯夫人指定 捐贈這或愛德幼兒園的這個建築 所以這個建築是屬於指定用途的 到現在都還沒有被消滅掉 所以我在這裡做一個說明 謝謝 那個委員今天指定 歷史建築的破壞 但是反而是說 一旦歷史建築指定以後 不管是誰沾用誰所有 對歷史建築的責任 萬一有損壞或破壞的責任 應該這東西都會有 他還是有行為責任 誰出誰做的 我想這應該是這樣 但是你的問題 要來為 我自己的屬於上的 還有國王部的責任 好 如果可以的話 就照護理的建議兩岸 把它綜合相關的這些 所以可以有慢慢的 很多的分別 那在下一次會 我們再來過去 好 謝謝 請 rik1 Ei her templ. 东正區前山軍總醫院十次樓 其中間建務文化資 bewusst windows審查案 請 Untertitel 東正區前山軍總醫院十次樓 其中間建務文化資格審查案 一起審議 翻譯前行 本土發局客政辦理三種就職水雲地區防災跟策略規劃及電法調查研究 談香河新村委託的部門 然後貨人為涉及到前三軍總醫院十四樓及周邊建物 雪人新村等地區規劃及整體都市計畫屁股 另外定文化部由委託辦理美園相關之建築文化資產屁股計畫 建議前三軍總醫院十四樓優先進行保存 所以本局最依實權發動和十四樓及周邊建物的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那本局在四月十號邀集張分證委員 李富博委員 黃世娟委員 蔡元朗委員 跟王蕙京的辦理專案小組會攤 那會看結論 就專案小組意見 將以文資法相關規定去送文資會審議 會看記錄 相互建議 接下來就是專案小組委員的摘要 那戰後公民政府接收陸軍定院南門定士 改建為台灣陸軍總醫院 直至1968年改組為三軍總醫院 並由小南門前建於此 那十四樓是為當時陰毅改組興建 然後位於院區中心是三種創立時期的一個代表建築 然後十四樓的建築由於約正的由朝建築師事務所所設計 然後參考美國醫院建築格局 然後以十字型的平面放射型的配置 由他的醫療效率的考量 那十字交叉中心為管理節目中心 然後向外放射的部分是病人的房間 有利於管理效率的提升 而且他十字樓的地下城中央部分 他採取C137級生物治療室 他是為當時遠東各國中首次採用的設備 所以因應這些設備然後派後度增加 所以防止有況色性環漏 然後這建築見證了美軍顧問團 在台的援助的歷史 那十字樓的北端有個戰備地下水池 然後南側有一個三種過程的紀念廳 以及在十字樓的北側波爐市的三個部屬設施 都是醫院重要的附屬建屋設施 同為三種醫療室的建證 那院區其實還有其他不同類型的建築 如行政、戶房跟宿舍的附屬建屋 都是同時期的建築 就是有關這個本案的文化價值評估報告 可以享參附件三 那這是前三軍統一院的院區大概的範圍 那院裡面有大概十幾棟建築物 那我還會依序的秀出照片介紹 目前這個範圍內大概有七十幾棟土地 那主要有國有地跟台北的市有地 以及國是私共有的土地 那下面下方黃色的部分 是屬於那個國是私共有的部分 那這個是院區的建屋分屋 那內部大概有十幾棟建築物 那我先從逆始終方向介紹 那這個第一個左上角是戰備水池 然後以及第一棟十字樓的部分 這是戰備水池的大致的外觀 然後這是比較近拍的隨時的構造部分 那這個是第一個第一棟建築物十字樓的外觀 從那個入口處的拍攝角度 那這個是由黃氏鵑老師提供的資料 當時十字樓的平面配置 包含中心跟四翼延伸的那個部分 然後這個是十字樓外部空間 這屬於四翼延伸出去的尾端部分 然後並有設有那個逃生梯 那這是那個十字樓的內部空間 現況是作為替代醫中心使用 那這個是十字樓比較上層高層的空間 目前是閒置的 然後還保留著原來以前醫院 那個醫療空間的格局 那這是十字樓的屋頂空間 可以看出來那個 從中心一點延伸出去的那個四翼的部分 那這個接下來是歷史症方向介紹建物二三四的部分 第二個是波魯室跟這波魯室的部分 然後包含煙囪 那現在現況是閒置的狀態 波魯室的外觀 那這是第三號建物 目前也是閒置的狀態 那這四號建物 目前也是閒置的 那接下來是六號、七號跟九號建物 這是六號建物 目前也是閒置的 那這是七號 目前名次屬於好像是個社區的住宿的空間 然後這是九號 九號目前這個空間也是屬於閒置的狀態 裡面是也是有點髒亂這樣 接下來是八號、十號、十號、十一號跟十二號的部分 這是八號建物 目前也是閒置使用 然後門口也是封鎖的 然後這是十號建物是中正堂 目前是作為餐廳使用 那這是介壽園 是當初三種落成的一個落成的空間 然後裡面有設置一個石碑 就是裡面紀念廳的一個構造 再來是十二號建物 在位於整個院區的大概右側、東側的部分 那目前也是閒置狀態 然後這是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目前就是十四樓的部分是替代義中心住宿使用 那主要由台北市政府便利局在管理 那戰備水池目前應該在閒置中 那介壽的原因應該是維持現況停業的狀態 然後波爐市目前是國防部軍備局管理 然後他目前陸續在辦理一些建物報備的作業 然後這個波爐市目前是閒置的狀態 那價值分析是視據歷史文化價值 本案離請統一登陸中正區前三軍總兵醫院十四樓期 周邊建物為本市歷史建築 建議名稱是前三軍總兵醫院 括號十四樓期附屬設施 總類是其他括號的醫院建築 位置或地址是本市中正區丁州路三段八號 然後歷史建築及其定住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建築座落土地為中正區符合段或小段 在140、140之1、141、141之1、141之2、142、143、144之2、145、145之1跟180之9 以上的十一筆土地的部分 然後建築座六號登記 然後登陸旅遊及其法例依據 第一點三軍總醫院前身為陸軍第801總醫院 1968年由廣州街遷至丁州院區 此字樓集為當時因應改組所需刑建 位於院區中心為三種創歷史期之代表建築 本建築由雲約正之有朝建築工程師事務所設計 援引美國醫院建築格局 見證美軍顧問團在臺原住之歷史 第二點十字樓平面採放設型配置 十字交叉中心為管理及醫護中心 向外放設為病人房間 利於管理效率提升 十字樓地下城中央部分採取C3-137級 深護治療室為遠東各國中首次採用 因應此設備強平頂地板厚度增加 防止放設新外漏 此醫院教學與臨床病重 為當時遠東各國軍中醫院中最大 而且居近代科學醫療設施之中和性醫院 在臺灣醫療發展史上 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三 該院區內的戰備水池紀念庭 接受遠期鍋爐室 包括韓鹽充 醫院中藥部署建物及設施 同為三種醫療史之見證 具有保存價值 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址審查及補助辦法 第二條定項第134款比例精準 第六就是保存範圍是以十字樓淡貝水池紀念庭介受員 然後波爐式海煙囪 本案提請本委員會審議 我先跟報告 這個所有權人是跟剛才上壓有同一位 他一屆在上個案子要打 所以就不再說了 另外跟大會補充 這個四樓跟前面第二案 其實那個佳林學人新村跟愛德幼兒園 其實都是在水源園區的這個 這邊的區域的範圍 其實早期都是國防部相關的設施在上面的建範 這個案子就 目前是替代醫中心在做使用 指定的範圍大概 除了這十字樓還有包含周邊的佔備水池 那波爐房跟介受員 那其餘部份沒有連 那以上請請委討論 謝謝 所有委員的研究 謝謝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這邊大概補充一個當天的意見 就是當天其實有兩件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如同剛剛承辦所報告到的 建議以當年與醫療直接相關的建築處 除了那個紀念碑之外 其他都是跟醫療直接相關的建築物 就包括十字樓 戰備水池跟波爐市 這個熱水水源的那個部分的提供 那還以這些主要的醫療建築為一個方案 那另外一個就是因為區內還有其他不同類型的建築物 那包括行政大樓 立堂 庫房 宿舍 那它其實都還是同一時期的建築物 那所以另外一個建議就是 是不是有可能以全區的方式保留下來 那大概以上兩個說明 好 謝謝其他委員 其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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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了 我們是整個問題 其實全區 全區的部分現在 就提案的問題 有非醫療部會 都請問哪個 連帶的相當的 不要理會 我跟大陸報告 其實當然張委員有意見 你可以提起討論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這個案子 剛剛包含前面 沈宴案2這兩個區塊 還包含原來先前指定的佳河新村 這整個是屬於水源園區的範圍 那目前都發局正在進行 就是專案的整個土地使用的一個檢討 原來是防災公園 那早期應該是公園處要群區去進行徵收 開替為防災公園 那我們經過 除了佳河新村 就跟今天兩個案子 等於是陸續指定的三個區塊的 那個有文化資產的房子 這個建物之後 那其實馬上衝擊到 面臨到就是 上面私有地主的 土地配地的問題 那這是一個部分 那當然這個十字樓 其實以文化價值的概念來說 以價值來論端的話 要保存其實就是以保存範圍來處理 那至於說非醫療範圍 然後之前也是考慮到說 我們這一區是以醫療的概念 它的部署程式來做指定 其他的部分其實 那時候其實是有點考慮到說 整個土地的整個全區配地的概念 是相對上就沒有在納入這個去 因為權衡下 其實會覺得說這部分是沒有在做討論 如果說委員今天認為 畢竟今天是文資會 如果委員認為說 文資價值認為說 他還是有保存的價值 也必須要留下來的話 那我們就尊重這個大會 大家委員的共識的標準 那我們會提到 然後就發覺在對於PKD部分 在做一次三分討論的 好的 主席 那一件事 有關你這邊是不是補充說一下 事實上其實這個 不管是現在的學園區的十字樓 或是學園青春跟家庭青春 它其實就是初步時代的8號公園用地 那這8號公園用地 其實不斷的縮減到現在這樣子的範圍 其實大概剩下12公斤左右 但是公園的部分其實為什麼當初 在93年的時候還會調整 搬走搬走之後 又公園的部分又縮小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 實施了我們這一個 現在的讀書計畫 這個地底線為什麼是這樣子來看 中間其實是一條15公尺的計畫道路 然後在它的西邊 其實本來是規劃作為一個住宅區 就是要安置這上面的這些縣租戶 拆遷公園公園的拆遷 然後這邊過來才是公園 那剛剛委員提到說 全區保留的話 有兩件事情要克服 第一個是坦白說 如果全區保留 再加上剛剛已經指定的那些歷史取落的話 大概讀書計畫其實不用檢討了 因為怎麼就繼續做公園 那市政府要顧住的代價就是高檔白儀的 市價徵收的費用 那因為我已經沒有空間可以周轉了 全部就都留下來了 那讀書計畫其實不用調整了 那本來讀書計畫要調整的部分 其實原則上還有一個部分要跟委員報告 就是當初在93年的時候把它定位做為常災公園 那現在這些所有的建築物 不管它有沒有價值全部都要保存的時候 它其實它的防災的公園的這個機能 其實也會被挑戰 因為這些建築物呢 它過去存在的年代 它可能跟現在的這樣子的一個結構的安全上 其實是有問題的 所以實際是沒有辦法再去做利用的 那如果說這個整個公園整片 全部都是建築物的話 其實它根本沒有辦法發揮它原來 在讀書計畫被賦予的防災 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是發案局是有委外 就是辦理一個整體規劃 然後但是這些相關的議題會在裡頭討論 但是如果文資的變數一旦確定下來 其實已經也不用做什麼沒有檢討的空間了 會變成是這樣 那大家不要做這樣子的報告 還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是不是看 大概有幾種房子 包括狀況都非常不好 也要修起來的成分很高 那全區保留的意義 當然如果是在建屋的保存上 我個人覺得 那個建屋的意義 會不會花出很高的代價 有一些房子 來求援採訪 也隔離請教 東方案局的案子怎麼做 我們現在其實才剛剛開始 所以是希望文化的變數先確認 那因為我們大概是六月底會進行起初的階段 可是如果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確定它都沒有空間了 我相信接下來要收斂就也比較快了 因為沒有發揮的空間 我覺得應該還是可以稍微 這也沒有那麼急 我今天決定 等你們的初步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應該有 要面做 但我個人是覺得說 房山公園 你看以前那個漸備的水池 其實就是非常重要的房山的功能 或許所謂的全區 我覺得包括瓶子 老宿、樹木 那個格局是應該要保住 但有些建築 我是覺得是可以再援助一下 它的結構的可持續性 那我現在讓大家認為全區保存的概念是說 讓它的完整性 不是到時候被自領破碎 這應該已經很關鍵 所以今天這樣的案子要先站好嗎 還是 我站好一半 我想這個部分可以分兩部分 其實我大概了解張老師跟郭老師 跟這個想法 其實比較確定其實今天原來提案是 十字樓佔備水池跟郭爐坊接受堂 其實這部分是有問題 其實今天的神一案三這個部分 其實是可以確認他的文資身份 那衍生的部分是他 張老師也提到說 其他相關原來其實對於今天這個地級範圍的 其他的房子認為說其實可以做一些討論 那做討論部分其實就會針對房子建物本身 因為保存範圍的話 其實會按照定所土地 他周邊的土地範圍畫出他的保存範圍 那我覺得是可以是否跟大家會建議說 我們先確認這四間 這四個活化資產的身份 那至於其他的部分 那我覺得 因為畢竟都市財局的這個規劃案還沒出來 那就留個彈性跟福利 就是說看有沒有什麼機會去做調整 畢竟像魯老師說那個水池或這個部分 那其實是公園不屬設施 那應該不會至於佔入到他的鑑定 這都不會有問題 那都會回到其實公園 房災公園定位跟他 就是計畫的配地跟他的配屬的這個 土地使用分區的概念 看有沒有這些彈性的調整 或者把這些房子或這些的資產 他們有機會留下來 我覺得是留這個彈性 那至於今天這個審議案 應該是不至於產生衝突 你剛剛可以請報告 好 來 我們今天是幾個案子 大概都圍到這個加賀行政策 對方這個三個月 事實上這個都是一提起的 那這個對於混淆的事實上 還牽涉到過去一起來就一定了 那將來我們對這個招募集來講 就不確定了 我更建議能夠把自己的案子整理 然後可能是做一個研究案 委託一個專業案 來做 那這個專業案 並不是做計畫的 它必須要有洪環製作 然後我們剛剛補助講的 哪幾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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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 希望去做一個生意 或是說我們今天有個討論 所以我想其實 因為這些案子都不在意識的 已經透露了幾十年 那是不是把這些不確定的 做什麼 做什麼 然後請他 的話 他就給我們一些建議 叫我們來舉辦的建議 所以我們要做一下 很像 是 學委員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建議 在那個地方 在文化局 裡面 那邊 拉一下 那時候委員這樣建議 對我們今天 大概有先 各個 會不會有提下 其實 其實 文化局這部分是 希望文化資產比較近 確定要留下文化資產 它一定就會先創裂出來 不會 就會壓入計畫 當然 學委員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可以中文 對 其實 當委員建議 有一些他覺得可有彈性 可有潛力 或者說可以再檢討的部分 這個東西就不用確定 而且今天我覺得這四間是應該先查 打斷一下 因為是當天的召集人 當天其實其他的委員 我剛剛講的是 當天的三位委員的共識 所以就有兩個 包括米委員跟黃委員 那我再在召集人的角度 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我沒有到現場 但是看剛才那個圖片 這一批建築物當然是出自 著名建築師李躍正的手筆 這個是中間的十字龍 其他另外幾個也滿有特色的 換句話說還是有那個 現代主義建築的某種價值 但是按照我們的經驗 這種房子在民國五十幾年 當時的結構當時的鋼筋不是很足夠 換句話說它未來會形成 我們在保護它 或者是再利用它的時候的一個負擔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我們先撇開它的價格 這純技術的它會有 增加我們困擋的可能性 那現在的問題是 它居然在過去它是一個防災公園 它是一個都市的綠地 就是因為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 我們常常把都市裡面的綠地把它變更 叫做醫療用地 如果不能變更 我們還用一種叫做什麼 多目標使用方案 在公園裡頭我們給它蓋了15%的 那每個公園裡頭我們都三門的建築 那我覺得正本心園 這個還是要回到公園 所以我是比較贊成 我們還要再找個時間 只去看我們沒有看的市洞以外的 還是這個不要打迷路上 是或不是再做決定 那如果確定平均很大 價值也不高 我們只有這個冷凍格 我覺得的話這個會叫做 你看它的配置是很亂的 你看這樣民國五六十年 它真的沒有系統 每一個房子都是歪七八扭 謝謝 委員還有主席再報告一次 其實愛里德跟學員 已經看了至少正式的 已經超過兩次了 我覺得那一區大概問題不大 那土地的問題其實也引擎了 要特別跟學老師說 那這一區當然上次有看是四洞 那如果委員覺得這一區要再看 我覺得也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這一區是在另外一個圍牆有出來的 那愛里德跟學的部分 我建議不要再去調查 因為再看也是有加持的 也是全區的問題 其實我們上次會看是全部都 全部都有 對 所以才會有兩個建議方案 一個就是針對跟EA有直接相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針對全區 那上次三個比較多分哪一個 三位也在先看 上次就是兩個 兩岸幣 對 也沒有什麼用 好 您老師在 對啦 我想請提到市場要講 就是 那我也再看一下 大概一下 大概一下 就是 那個 那個 剛才的市場裡面 另外一個可能問題還在我們家 就是那個 到底是國盧法還是基法 那一點好像都已經很清楚 可以再確定一下 就是說資料上面 到底是基法還是國盧 有煙囪在那一棟 那當然原來是基法還是國盧 保護的資料上面 考沒有看出來 這個可能較盛到比賽的問題 那所以 以為講 我說其他的 剛才可不可以再 這個建議案是以上 這樣 我可以去參加拿來 謝謝 那請 那如果這樣子 我們在 下四大會前 我們再邀請委員 再去看一次題 下四大會的拄圈 就是這一個範圍的十四樓周邊的部分 就是針對三種這個範圍 就在過幾道 過幾學人跟艾德的部分 如果大家沒有其他意見 我再看一看 謝謝 幫助學王 剛才有提到郭王 那一棟是 他的用途是屬棋房 那另外就是 我們跟主席幫忙講好 因為剛才有提到說 可能要全區去評估 那就是在一棟大樓後面 後面有一個之前原先被舉辦公大樓 還有紫色的庫端 其實在房屋周圍的區塊 那區塊我們是 自己有關協助政院和一棟大樓 16屏的理改基金區分 所以如果說大樓 只常要等於想到或許肯定的主任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請再做評估 謝謝 那我是當然 謝謝 那我們首先先做事 先生在講 請我們先看看 女 Messiah 請問第幾號 請問第幾號 去再講就好 第一 我們還是確認再邀委員全區在現場再勘查一次 有相關的直接看法 我今天提出來的部分 我們把它列出來 就是我們下一次要去全區勘查他的重點子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現在有很多是變數 剛才講的朱發局那個研究案 現在希望有幾個變數也把它列出來 所以我們在勘查的過程或者回來訪問都可以一併 就是說我們的相關的變數包括安國防部 應該已經要做相關的部分 沒關係就把它列出來 那列出來以後我們到現場去看 那這些因素都去做釐清以後 就是確認說是要全區還是要來照今天這個提案 來做第四點的指定好不好 不要我們的目標是這樣 就是說在這種情形裡面變數都把它列出來以後 那我們都有直接變數的討論 在這裏所確認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原來不在乎妹 尤其我個人也只是主張這個有任何開發 是要先來吞吃的 你不能開發確認以後 再來吞吃來做散透的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有這樣的精神 文資 所以剛才都發講的那些這個變數因素 如果也牽涉到這部分 我們現在都要釐清了 就是說我們會納入考量 但是就文資跟開發 那可能還是文資入線 那這是一個概念 但是剛才講的防災公園 剛才李委員提到了早期的更早期的公園律地 那這個東西又牽涉到整體 那還不是開發的問題嗎 就是說那個牽涉到都市的安全 或都市的品質 那這個東西到底又是誰 但是跟開發又很難去比較說 我一定文資優先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在這種情形裡面 也請各位委員納入考量 也就是說這都是大原則 我們跟都市安全跟都市綠地 跟都市什麼 這個東西到底它的進度在哪裡 那最後一個小部分 可能就是李委員最後提的 如果早期那個時代的建築 它的結構的強度 結構的品質沒有現在 那未來再做文資 其實我們裡面是文資是優先 但是就做不到 那那個也是徒增困擾 那這個我覺得也應該納入 我們在現態跟未來 討論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包括剛才副局長提的 有很多委員紙包就藏過 你硬是要把它指定 那是不是有這個意義 這是細節喔 但是值得納入考量 我想就是說在這種事情裡面 我們還是確認今天這個案子 就是說先把關鍵的因素 變數都把它變出來 做現場再次看法 來探查好不好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這樣子處理 其他人沒有 沒有 有沒有臨時動議呢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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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